大家好我是混沌 現在玩的是寶可夢劍盾的劍板喔 來進化一下那個加勒爾大沖鴉到沖油冰 他這個大沖鴉好像是劍板限定喔 可是盾板應該也可以拿來進化 我看到的方法是說你把那個 大沖鴉裝那個大沖之後 可以來打這個咖啡廳 這個應該打那個激情室的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我把他等級變太高了 打這邊有可能會死掉 這邊等級又不夠高 然後裝大沖之後用這個狂舞灰打 那常想先發呆 他一次就有三個機會 可以用那個命中要害 欸啊這次都沒有 好這次比較衰 貢咕 欸會死欸 你會打 如果你打那個 激情室的話 不會一下秒掉的話 應該是比較好打一點啦 他死掉的話記得戰鬥結束之前要復活 欸唷 要害了一次 呵呵 打自己的也算啊 哇 沒有了 喔 打自己的也有算喔 呃 呃 我又要試一下三次死掉之後復活了啊 喔 兩次 呵呵 蹲打自己隊友的命中要害 欸 喔呦 這樣三次了 好 那我讓 大沖壓死掉 再復活 啊記得 戰鬥結束之前一定要復活啊 不然就 白忙一場要重打 呃 再一次嗎 還是可以發呆啊 笨人 我讓大沖壓死掉 所以這回合我就 呵呵 不然的話直接結束戰鬥應該就可以進化 欸 降攻擊防禦 OK 這樣死了嗎 啊你如果沒有復活的話 他是不會進化的 呵呵 反正我一 我試了一次是這樣啊 沒有再試第二次 沒有再試第二次 復活一下 啊 衝壓 喔 欸 按錯 按錯 天啊 這樣應該會進化了吧 哈哈 我也只有試一次啊 希望會進化 喔 OK所以 死掉在戰鬥結束之前 復活是可以進化的 來盡量不要死掉啊 哈哈 我是不是為了要測試一下 才 把他弄死掉啊 這樣 沖油冰又拿到了 那差不多就這樣啦 大家 掰掰 感谢观看